在这边呢,我要讲的这一题呢,它其实是MX的form 5 Chapter 7的Linear Programming 然后它大部分的内容呢,跟MM的form 4 Chapter 6 Linear Inequality in 2 玩伦是一样的 ok,然后在这一边,这一题它说institution offer 2个computer course P跟Q 然后P的X个人,Q的Y个人,然后它在这边,它base on 3个constraint,然后它的A的时候叫我们写3个inequality So,第一个,total number not more than 100,不多过100,X的PY的Q不多过100,所以我第一个是X加Y小过等于100 第二个equation呢,number of participants for Q,Q是Y,not more than,not more than是小过等于4倍 所以Y of P4X,所以Y小过等于4X,然后第三个equation呢,number of participants for Q,Y超过 那个X的最少5个,超过的话我自用来减,然后最少5个是大过等于5 所以在这边Y-X大过等于5,你看它在这边它说Y超过X最少5个的时候,你就Y-X,Y-X就是Y超过X的数量 然后大过等于5,so,在这边它要我们写这三个equation出来,so,这边就三分了,ok 接着我们看B的部分,它说using a scale of 2cm to 10 participants so,在这边,这一个,它通常B的部分它都会告诉你2cm to 10 participants,这样 然后它要我们construct and shape the region R,satisfy all the above constraints 所以它要画这一个的graph,so,在这边我的graph指,因为participant就是参加的人 参加的人的情况之下呢,人不会有negative的 所以我的这个graph呢,我画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啊,放到最低,ok 然后我的这一个我也放到最旁边,这样,ok 反正它不会有negative的,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ok 好,然后接着呢,它这边它告诉你2cm for 10 participants 2cm for 10 participants 所以在这边这个是y,然后这个是x,所以这个是10,然后20,30,40,50,60,70,80 然后接着我们就有50,60,70,然后接着再来80,90,100,80,90,100 so,在这边第一个x加y小过等于100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x等于0的时候,y会是等于100,0加y等于100 在这边的时候呢,我用的是x加y等于100 so我的x等于0,y等于100 当然我可以说y等于0的时候x等于100 可是这个我就会有那一个没有x等于0,写错了x等于0 这样我就有0都号100,然后还有100都号0 然后可是第二个不好,为什么第二个点不好呢? 因为在我这边的时候0100,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100这条,这个点是我有的 然后可是我的这一个10是我没有的哦 所以我这个其实它不在我的range里面 然后我的x最高可以去到80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这个点,第二个点是随便自己放的 ok,我可以放x等于0,找y等于多少,y等于0,x等于多少 我可以用x等于80的时候 80加y等于100,y等于20咯 y等于20,所以它是80都号20 所以在这边,这个是80都号20 然后它的这个呢是小过等于 小过等于的话呢 就是说它是下面下面下面 然后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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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然后接着这个 y小过等于4x的时候 你就用y等于4x so我的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0 ok,然后我在心里想啊 我放我的x等于 什么80的时候 y就会是4,8,32,320 超过我的graph了哦 然后我就放x等于20吧 ok,因为我知道x等于20的时候 y等于4乘20等于80 所以有0,0还有20,80 so我的graph指这一边呢 它就会有这一个 0,0,然后20,80 20,80是在这一边 0,0,20,80是这一个 ok,然后接着呢 它的这一个呢 它是小过等于 小过等于的话是下面 然后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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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着这个 y-x 大过等于5 它是y-x的话 我们用大过这个 ok,我不用管它 如果它是x-y的时候 我一定要换它 我一定要 把它的y y写成subject y而已 不可以-y 一定是positive y 2y3y5y ok 然后我们的大过小过 我们是看y 以y为标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一个 我的 那一个 我让它 ok 呃 这个的话呢 它就是y-x等于5 so y等于x加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0加5 等于5 ok 所以我就有0 豆号5 是第一个点 然后我的x等于80的时候 y等于80加5 然后85 所以80 然后豆号85 然后这个是大过 大过是上面的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0的时候 它是5 5 5是在这一边 12345 05 在这一边 然后80的时候是接去那个85 ok 80的时候 12345 80的时候 接去85 80接去85 在这一边 它是1 2 345 85 在这一边 然后 它要的是 大过 大过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拿的就是 在这一边 它是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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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这一个 d的部分 叫我们找它的shaded region 所以它shaded region 是在这一边 ok 它shaded region 是在这一边 这样 这个是它的shaded region 这样 ok 好 然后 然后 嗯 在这一边为止 到这一边为止 其实都还是属于model max 的范围 接着我们来看c 它说 the range of number of q if the number of p 是30 so就是这样 我的x等于30的时候 我的y可以是多少到多少之间 所以我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 x等于30的时候 ok 如果你们在 那个 做的时候 你是用曲线 来画 ok 我这一边我就这样画上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a它最大的 是对应的 是70 然后最小的 对应的是 31 32 33 34 35 最小的是35 所以它在这一边 是35 70 ok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y呢 是在35 跟70 之间 ok 这一题 还是属于modern max 最后的这个部分 它说 maximum total money fees per month can corrected if the fee per month for p跟 q 是50 所以它的fees呢 是50 x 加60 x y 它要maximize 这个 这个就是mx的题目了 so你在这一边 你要画另外一条线 是50x 加60y 等于300 这个300 怎样来的呢 我的5060 我找它的lcm 的倍数 ok so它的lcm是300 ok 300 ok 我用300 所以300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x等于0的时候 我的60y等于300 然后y等于5 ok 所以0都号5 我y等于0的时候呢 我的50x等于300 然后x等于300 除50 然后它就会变成6 所以它是60 05 60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有这一个05 和60 05 5是在这一边 60 0 呃 这一边 123 45 6 60 是这一个 05 是这一个 啊 对 ok so我的这一个线是在这一边 05 60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那个 呃 什么 graph 我们需要用到那个 呃 什么 那个 呃 那个 那一个 那一个 呃 sat square ok 我们需要用到sat square 然后还有一把长尺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它的这一条线 它是在这一边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 我自己本身其实是没有用sat square的了 我就直接两把尺来解决 我的尺在这一边这样是垂直它了 ok 然后我这样放着 接着呢 我就放另一把尺 但是这边我放不到另一把尺 所以我用sat square 然后我在这一边这样 让这一个跟它平行的 推 到它碰到的最后一个点 那个就是maximum 碰到的第一个点是minimum ok so 在这一边我的 我用电脑 我很难画出来给你们看 但是我可以很容易拿到答案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这条线我平行 我就直接这样跟它拉上去 这个是它minimum 我再继续拉这条线上去 然后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还不是最后一个点 上面这边这个才是它最后一个点 这个才是它最后一个点 ok 所以它最后一个点是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这一个点呢是 2080 ok 所以2080的话我就说max 完2080 所以它的那个max v呢 会是等于50乘20加60乘80 ok 所以1648 5800 5800 ok 所以它的这个会是这样 所以 total fees 50x加60y 然后拿到这一个 2080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是 哦我刚刚 我放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其实是放3000 然后这个是050 然后3000 60 0 所以050 60 0的情况之下呢 050 是在这一边 然后 60 0 是在这一边 ok 这样这一条线 我要去推它就比较容易了 so 这一条线 我刚刚的这一条线 我这样推 平行这样推 啊 到最后一个点 这个就会比较明显 ok 所以这个k的号码是你随便放的 然后这一个题目呢 是属于mx的题目 然后我们看desmos这一边 so 我的这个equation 是x加y小过等于100 so 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 这个x 加y ok 在这一边 x加y 小过等于100 ok 这个是我第一个equation 然后第二个equation 是y小过等于4x y小过等于4x 然后第三个equation 是y-x大过等于5 so 我在这一边 y-x大过等于5 so 他的这个图形是这样的 然后 你就觉得 三个重叠的地方是里面这一边 然后你要让他看得更清楚的时候 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放curly bucket 你把第二个放进这一边 然后你第二个之后你再放curly bucket 你把第三个放进去这一边 ok 他的这一个就是他的shaded digit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刚刚要maximize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maximize的是那一个 我的50x加60y 所以我的50x加60y等于constant的时候 然后我的constant呢我让他是0 ok 刚刚的这一个到6000 然后他间距我让他间距300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可以看 你看他的这一个他就这样移 移上移下这样 所以他最小的那个点就是他minimum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minimum的时候是600 然后我在这边这样移移移移移到这一边的时候 他的这一个 他没有碰到 最后一个点是在上面这一边 ok 这个是5800 5800的话我让他相隔200吧 200 ok 5800这个就有了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这个2080的时候 他是5800 这个是他的那一个maximum 然后我在这一边移到最下面的时候 这一个 呃他是属于 哎 这一边他应该是 呃 600 最小的是600 是没有他这个还可以在下 哦 哎呀 先间距这边我应该让他是100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这一个 呃 这一边 500是他的minimum ok 500是他的minimum 在这一边 他的这一个 哎 应该是27 应该是27 还是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一个是27 所以27的时候是他的那个minimum 所以500是他minimum 然后我们就这样推那条线 你用尺这样来推 碰到最后一个点的那个就是他maximum 然后第一个碰到的那个点就是他minimum ok 然后这一个最后的这个部分是mx的 然后前面的都是mx的 ok 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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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